男女过夫妻生活什么事情最尴尬呢 作为一个男人的话呢 你真的很有必要知道这一点啊 我今天呢就背着所有的女人呢 把这个小秘密偷偷地告诉你们 一定要记得给我点个小爱心支持一下哦 那么这个最尴尬的事情呢 就是当你们啊你浓我浓的时候 兴致勃勃呢 他一靠近你就闻到你喜欢你们那种异味了 那么这个再好的气氛都会被你搞没了呀 所以呢我建议你们呢 一定要随身携带一款口腔喷雾了 它也叫做接吻神器 可以助你一臂之路 用口腔保障随地带着一股不可的精湘 要不要的是呢 它这个味道是让女人都非常喜欢的那种淡淡的香味 在进行约会之前你就喷一喷 这个味道呢特别上头 当你慢慢的靠近对方 它就已经闻到你嘴巴里面那股淡淡的香味了 你说有哪个女人能够抵抗得了这种柔情的密闻呢 是现在有活动 左下角赶紧去抢吧 老公和小三生了孩子 那算重婚吗 如果我告诉你不算 你是不是大失所望 其实你老公呢 只是道德上犯错 因此受到谴责 但是不一定就是犯了重婚罪啊 因为实践中重婚罪的取证难度很大的 而且法律规律必须是有配偶的一方 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了 才会构成重婚罪 如果仅仅只是生了个孩子 没有以夫妻的名义同居这个事实 那么我们无法认定重婚罪啊 所以你老公这种情形呢 属于婚姻上的过错 如果要离婚的时候啊 是可以要求他少分财产的